刚才说到 本周韩国一些个人跑到中国驻韩大使馆那 抗议 韩国媒体也是说话不客气 你想有人说 中国政府必须向殉职警员补偿 并且立刻道歉 还有人说 如果中国政府不道歉 将在全韩国境内发起抵制中国产品的 他们还叫一运动叫泛国民运动 还要抵制中祸 12月14号 中国外交部表态 说是有关事件造成韩国海警的伤亡 中方表示遗憾 但是强调这个事是个别事件 相信这个事情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大局 当然官方聊的都是很理智 你看看民间意见 那就生命无比了 比方说 那边韩国有网友说了 中国要是不道歉 就抵制你们中国货 中国这边也有网友会聊的 说什么 你们不想吃泡菜了 还想不想从中国买大白菜 抵制我们 抵制我们大白菜一颗也不卖给你们 你们哪家不得吃泡菜 离了泡菜你们能活吗 就是来家 那也有的就网友表示说 这个韩国呀 你们暴力执法在先的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 双方可能都有错 你也先别忙着把话说绝了 当然我必须说 无论是韩方还是中方这个民间网上也都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多大一部分不知道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 但是咱们从中也能看出一点渔情 对于韩国海警遇刺一事 中国外交部表示 希望韩方能充分保障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 并给予应有的人道主义待遇 还是据这个韩国朝鲜日报12月14号那篇报道讲了 说这次涉嫌赐死这个韩国警长的咱们这位渔船的成船长 他不是出饭了 韩国海警方面的记录说他被逮着过就在今年4月25号逮着过他一回 说他鲁文鱼15001号船 跑当时跑我们所谓专属经济区 他们叫非法捕捞 而且他们说他们还造假 这事你不应该奇怪 怎么造假 说他非法捕捞了760公斤的鱼 可是他们在记录本上愣写是打了480公斤的鱼 这造假 那么当时就把他给抓了 抓了之后这事怎么了的呢 第二天船主就汇来2000万韩元 听着挺吓人 实际就和人民币差不多10万9000块钱左右 这个钱的担保金 担保金一交 当时就把这个承船长放了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又逮捕他 中国渔民怎么说呢 有个船主跟记者讲 说这两年我的船显然他拥有不止一条渔船了 他说这两年我的船没有一条船中标 我就说北京买车摇号 你办这个要合法的办这个入海 入海这个捕鱼许可证 韩防授权的这个不得摇号吗 他说这两年他们给我们发的这个许可证越来越少 我都没一条船中标的 他说说心里话 我们那边那个海域 那是我们过去传统渔场 可是现在想去去不了 心里挺憋屈 还有一个渔民跟记者讲 他说我的朋友 当然也是打鱼的 说十几天以前 就是碰枪子这种事 说是当时他们也是到那打鱼嘛 然后韩国海警巡逻艇发现狂追一个点 然后中国这渔船疯了命的跑 跑 结果后方传来枪声 就是韩警那边啪啪啪大枪 打冲着哪打 冲着中国渔船顶上的那个雷达 大枪 他当时这些船上的船员 那家吓得灰都飞了 所以有一个渔民他推测 他说要真是说中国船长刺了韩国警长的话 我觉得他的本意肯定不是要杀人 他只是想把海警赶跑 让他赶快溜 为什么 你想他要是给逮招处理了 那就是血本乌龟 那家伙扣船罚款 所以这渔民说了 那就像有时候那个穷人的恶极了 穷疯了 也不免去偷去抢一样 他当时也是实在没照念了 他肯定不是说本意就要想杀人 弄死 就是说这个警长死了 是个意外 中国沿海各地近年来开始重视 对近海渔业资源的保护和修养 有业内人士认为 由于渔业资源存在流动性 只要渔民们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捕捞 渔业部门承担其养护责任 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并非没有恢复的可能 这出事渔船所属的这个山东危海融城市的这个海洋渔业局啊 每个月都通过手机短信给这所有的渔老板啊 渔业公司的负责人这个通报 富含捕捞的这个情况 而且呢 这个就是多次劝告渔民遵守相关法规政策 特别是出了这个本周一这个事之后 渔民跟记者讲 说我们这这个渔业部门啊 呃也是反复跟我们说啊 不要去偷呃 更不要去抢 但是这渔民叹口气 说可是没办法 可是可是他欲言又止 现在很多渔民跟记者说 说是呃我们呃没有证啊 没有证的渔民呢 出了这这档子事吧 现在准备暂时收手啊 平安过个年吗 可是也有一个渔民跟记者说 有胆子大的该去还去 据报道 韩国方面称以掌握证据将以杀人 罪和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 起诉被抓的中国船长 韩国媒体称 众判不可避免 最高可致死刑 文韬排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自然是前厅 下回分解